2.4% 美国经济暗藏任由机构发出这一警告 特朗普该着急了 摘要美国经济走上巅峰 别太乐观 这一风险或让特朗普措手不及 运牛财经训 由于美国今年第二季度局EDP增速达4.1% 特朗普正 府对美国经济未来增速充满信心 甚至一度预计美国经济增速高达5% 事实果真如此吗? 在贸易和风险加剧背景下 美国经济还能保持中高速发展吗? 特朗普又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什么? 特朗普对美国经济增长有功 1月 美国正 府根据1.5万亿美元的方案 大幅下调企业和个人所得税 而且国 会在3月通过了1.3万亿美元的支出方案 这推动消费者和企业开支一级正 府支出 再加上大豆出口加速提振经济第二季增长 环比年率从第一季度的2.2% 升至4.1% 未近四年来最高 4.1% 这个数字无疑证明了特朗普税收政策的初步成功 但就当前来看 可以将4.1% 未特朗普的政绩进而称之为特朗普经济学的胜利吗? 换句话说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正在或会继续给美国带来繁荣吗? 分析指出 就当前美国经济增长 特朗普的税改政策确实是主要推动因素 但这些财政刺激政策并不能带来持续的繁荣 到2020年左右就会边际递减 美国正 府将不得不有扩张性回调到紧缩性 其中财政赤字将会制约减税效应 美国经济暗藏 尽管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会带来经济增长和酒业增加 但同时也给美国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制约未来其他的预算 据报道 首联邦正 府开支增速超过收入增长 美国2018财年的前三个季度 美国预算赤字增加了16% 达到6070亿美元 更严重的是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AMF 预计 五年之内美国债务占据 EDPB 将达到116.9% 超过债务王子意大利的水平 换句话说 过高的举债为美国的经济增长 埋下了隐患 见识特朗普的提振 美国经济恐怕会成为一句空话 与此同时 贸易和风险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其对生产链条和商业投资信心的冲击难以预估 此外 贸易和风险影响不会只是单向冲击其他市场而对美国无影响 如果美国故事因贸易局势而出现大幅下降 美国经济也将因此而受影响 机构发出警示 鉴于当前形势 美国预算办公室部指出 由于特朗普财政刺激计划影响将逐步消退 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远低于特朗普设定的3%的目标 在最新的经济战网中 博表示 由于所得税降低 正辅支出增加 以及私人投资增加 今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举EDP将增长3.1% 但由于消费者支出和农产品出口受到冲击 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 而随着企业投资合正 辅购买增长放缓 2019年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.4% 波海警告称 贸易紧张对局 EDP增长造成的影响可能会大于预期 在7月初进行经济预测时 该机构估计贸易算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 但自7月以来 贸易局势已发生了变化 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贸易政策效应可能更为明显 对经济的影响将比之前预估更大 另外 瑞银美国经济学家塞斯卡彭特在研究报告中表示 按照当前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实施10%的关 税推算 预计美国经济增速将在四季度下降至1.6% 如果美国按照其更高的关 税标准实施对华关 税政策 四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下降至1%以下 印牛财经 小编认为 就目前形势来看 就算特朗普减税计划可以刺激美国经济 但由于特朗普在全球大打贸易和的风险 美国经济也很难持续目前的上升势头 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速维持在2%到3%将成为常态 版权说明 本文为印牛财经编撰 转载前请获得授权 转载请注明出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